我们今天新增了八个 八个确诊的个案 比昨天还多了两个 单日确诊案例再创新高 新增八例累积确诊 一口气飙到67例 而且通通都是境外感染 最夸张的就是案 56、57土耳其同团团圆 又有人确诊 一团15个人去那边 中了五个人 跟他全国一样 一样多 案65到67 两女一男分别在14日 15日发病后立刻确诊 一团15人就有三分之一团圆中标 另外案60 20岁女性 2月9号到3月11号 独自到意大利 希腊 德国旅游 回台后出现症状 案61是50多岁女性 和家人参加奥地利捷克旅游团 另外想案62是60多岁女性 到菲尔宾探亲 在当地就出现状况 案63 是确诊的个案55 埃及同团团圆 案64是到西班牙留学的男生 因为学校有确诊个案 和同学一起返回台湾后 也确诊 境外移入的范围越来越大 以在防疫的角度上 我们真的希望 真的是大家要忍一忍 你这两天看到情况大家都知道 不知道的时候去 那染病就会来 我们当然觉得真的是很心疼 指挥官陈时中 脸色沉重 叮咛再叮咛 连续境外一日案件 就怕台湾医疗能量撑不住 毕竟国内防疫再谨慎 也经不住病毒一直从国外来 疫情指挥中心一口气 把42个国家旅游警示升到第三级 要民众千万别侥幸出国 来 这个李大使 你觉得在这个情势当中 台湾面临到什么样一个状况 应该怎么去因应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解析 这一次的冲击 冲击当然很大 但是我是从整体国家的竞争力来看 大家大概都知道 我们一定要小心 可是就有人 他或许真的不小心 或者故意不小心 这里面就牵涉到一个 所谓的国民素质 我第二点要分析的就是说 领导人或者国家政策 在处理的时候 一个像英国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刚刚你已经解释过 他们是怎么做的 那么英国以外的其他国家 包括我们包括美国 那是另外一种思维 是 对不对 那好了 那你如果说英国 他们认为说让时间 让这个高峰过来以后 因为他们这个强调的一点 就是说十四周 这个最高峰过来以后 自然就有免疫系统 那这种做法 那个英国的媒体 英国的金融时报 跟他讲说 spray pay and play spray就是你该做的 去做这些防疫这些 pay的话 就是政府要成立一个 特别的基金 来处理这个疫情的问题 那因为今天他们在 伦敦会有新的法案 针对这个议题出来 所以说英国政府没有作为 那倒也不尽全然 但是他的那些说 佛性的做法是很特别的 很应酪的 另外一个就是pray pray的话就大家祈祷 等于说让时间来解决 这是一种做法 那么意大利因为延宕 法国因为太乐观 所以我昨天在找资料的时候 我看到我自己都吓了一跳 这个可以让大家参考 法国人的乐天 跟他可爱的天真 是不是代价很高 是 为什么 这个布拉尼就是 这个萨克吉总统的夫人 就前第一夫人 她在28号的时候 跟LV集团的总裁 他们在一个活动里面 还跟他拥抱 还跟他贴脸 然后他很大方的说 我们不是属于年轻的那一代 我们不怕这个冠状病毒 这个是一种非常负面的教育 对不对 那我才不知道 现在法国灾情那么严重的话 他还敢不敢讲这种话 对不对 这种情形就让我回想到 我们在台湾 我们今天看到这件事情的话 当我们看到不同的历史 尤其高中生出去 学生或者年轻人 他用欺骗的方式 出国再回来以后 造成这么大的困扰 那我想到国民素质 国民素质里面 最重要就是你的手法程度 你明明知道 跟你的利益有关 跟你的家人有关 跟你全国有关 你还敢这样子 用这种欺骗的方式 然后你敢有这种 所谓的不负责任的行为 这个最重要的还是说 家长的问题 社会的问题 还有我们年轻人 是不是怎么样 能够把这个当作一个负面教材 这个不要轻乎他 因为我们如果 以后要永续经营下去的话 跟国际社会继续发展 让人家称赞台湾的话 这是必要之二 一定要小包子去处理 是 来我们看最新画面 来郑浩告诉我们 在英国 在意大利到底发生什么状况 但是在把镜头给这个郑浩之前 来王定宇 王定宇要赶回立法院 但是他赶回立法院之前 有两个议题 在疫情在烧的同时 这两个议题 我实在看得不少 来定宇来告诉我们 第一个 为什么堂堂一个警政署长 陈嘉钦 会月上报纸的头版新闻 到底为什么破天荒 另外一个议题是 罢韩行动 遭到了 身为高雄市选委会的主委 也是高雄市的副市长 陈雄文的行政干预吗 为什么罢韩四君子 要向监察院来检举 据说现在可以有 你只要去检举 可以拿到25块钱的奖金 来真相怎么一回事 来你先从 这两个看起来事情不一样 结论一样 结论一样 私心太重 OK 高雄的部分 韩国瑜是被罢免的对象 选委会的主委 是他任命的政务官 副市长陈雄文 他俩其实一体 也是没有韩国瑜 就没有陈雄文 那我要罢免你 我送出来的文书 还要经过你审查 这个是帝皇制度才有吧 基本上你应该回避 让公务员来审查 陈雄文不回避 还号称第一批 叫刷掉三万份 每一个都是拿身份证去联署的 那是公民的权利 我不是说陈雄文你一定会作假 你最大的公平就是像我小时候 我们阿爸要给我们分席 很简单 先切的人不要选 我切你选 大家没话讲 同样的道理 陈雄文你现在最应该做的事情 请假 让副主委或者公务人员 负责有效联署的审查 这才是正办 否则你怎么删除 你删除十万份还是过啦 你反而刺激投票率 然后还要用奖金来鼓励删除 后来他们是解释后 后来发现这个可能语法不合啦 没有这个预算科目 也许这25块没有编出来 可是光起心动念就是 你不是一个公正执行法律的公务体系 你是韩国瑜的政务官在处理 这两个心态的差别 就影响高雄市民对你的信任嘛 警政署也一样 现在是什么时候了 你知道现在这场防疫 从邮局的邮差 要送酒精送口罩 到我们基层的警员 跑掉了 像我们台南有一个 居家隔离的跑去 跟他拖叫 落劲 你知道拖心叫落劲 还接触多少人 是警察就把他抓回来 而且黄伟泽市长讲的好 你给你一天一千块 萝卜不要 那就吃棍子吧 就重罚 那现在就是说 陈嘉欣也是一样 就很多基层的警员 现在面对防疫 从边境海关进来的 内政部的警员 航警 铁警 你知道高铁跟铁路的铁警 他们也每天也是在 也是在那边巡 也是他也在密闭空间 那做一个署长从 我跟讲国防部 这一点做得比金正署好 国防部交由 有酒驾的军官 不管位阶 一律太除 是 那有一个两线三 前年在高雄 酒驾的高阶警官 你怎么又把他 又升到两线市 而且还升为署长室办公 这个被人家炮击了之后 你人令一天就拉下来了 现在又跑出 署长室的三个秘书 先放到外面的刑事警察局战缺 再借回署长室 然后又升上去 然后还弄了一个临选啊 什么海选机制 平常讲不要用海选 署长本来就有人事任命权 你用的好 成绩好 自然好的列行警 但在这整个过程变成警政署 为什么这消息传出来 你下面带的官兵 整个不平 不公平啊 内定啊 假游戏规则假海选 只要有内定 假游戏规则 私心太重 就像我刚才讲切西瓜的 我从小一直想不懂我爸这道理是什么 就是我们兄妹三个人 对 你们谁都想吃大块的西瓜 负责切的人最后选 那就没话讲 这个没话讲 看起来很简单 私心重的完全做不到 所以警政署的事情跟高雄市政署的事情 同样的结论 私心太重 你做的再怎么对也不对 这是发生在警政署长陈嘉青 他才因为爱将张伯军的升迁案 闹得沸沸扬扬 现在又被揭露 就署长是三位秘书 为什么用同样的方式 排名的刑事局的职缺 最后又用征调的方式 回到署长室呢 这会不会有一点点太扯了 也就是说直接在警政署升迁 从两线三变成两线四 好那监察院跟内政部 是不是都应该好好了解一下 不管这是在罢韩 或是在陈嘉青在任用人事方面 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来自于欧洲的最新画面 我们看在欧洲 尤其在英国 英国的一个防疫的方式 似乎锁定是70岁的老人家 我们看英国跟意大利 来看这个VCR 和英国则是恐慌不断 超市人龙一个比一个长 购物车全塞的满满满 所有冷冻食品 罐头食物都被打包 货架几乎全被扫空 民众排队等结账 尽管欧洲疫情升温 各国纷纷祭出锁国防疫 封城关路出不了门 民间陆续发起鼓掌运动 包括西班牙 希腊 再到克罗埃西亚 所有人聚集窗边 或敲碗打牌子 隔空用爱的鼓励 给医护人员加油打气 意大利还有大楼警卫在中庭当起指挥 大家一同苦中作乐 对抗南产病毒 好我们看在欧洲的最新状况 包括英国跟意大利 来看到什么场景的李正浩 是小军姐 我过去在谈疫情的时候 都会先把大家更新一下 那个国家的最新病例是多少 但是从今天开始 我不会再更新英国的病例了 因为英国是全世界第一个 对疫情器械投降的政府 对他们来说 为什么器械投降 我完全在谈 我们先给大家看现在英国的画面 这是英国的Costco画面 小军姐 这是一个人开车 拍Costco排队画面 他从停车场开始拍 连续开车开了一分钟 那个排队人员还没看到镜头 为了要干嘛 去Costco抢物资 这个画面太令人害怕了 连英国人都在抢物资 可是他们政府有做什么事 完全没做任何事 我们看到另外一个画面 是英国当地Local的超级市场 画面也是一样 就如同这个画面也是一样 完全都是 这个是当地的画面 完全都是没有任何管制 口罩有限制 没有 物资有限制 没有 所有一切的物资 都仿佛回到了原始时代 大家比谁快 比谁有钱 比谁强壮 你抢得到的就是你的 你抢不到怎么办 你只能在家乖乖等的过世 来了 这个时候很多英国的网友 非常非常生气 做在网络上出现 非常非常多 哭手的照片 还有哭手的影片 为什么 因为我的政府不作为 我不只能做无声抗议 小军姐他们在干嘛 他们在买咖啡 可是买咖啡的时候 用什么付款 用卫生纸付款 他们在哭手说 现在卫生纸比英镑还值钱 你今天政府如果不管制的话 我买咖啡以后 未来怎么样 我就从口来掏出一卷卫生纸 然后拿给他 那还有的画面是怎么样 也是年轻人的哭手是怎么样 在英国 我们知道英国有蛮多地下交易 可能是毒品 可能是违禁品 他们习惯怎么样 把毒品跟违禁品 放在这个胸口这边 藏起来 我们下一个看到画面怎么样 他们的哭手 他们现在的违禁品 已经不是毒品 也不是枪械 他们的违禁品是一个卫生纸 这个是假装 他是哭手是卖违禁品的人 然后车上就有一个人看着他说 来 how much how much 钱给他之后 他马上从口袋里面拿出一包东西 我以为是枪械 我以为是刀械 没有 拿了一卷卫生纸 他一直在哭手状态是什么 现在这个英国当地的状况是 卫生纸比毒品还值钱 当然这都是非常非常 莫可奈何的 我们现在看到会笑 可是他内部代表英国人 最深层的恐惧跟最深层的无助 为什么 因为英国强生宣布几件事情 英国未来怎么抗议 已经不是佛系抗议 抗议法 第一件事情 你所有轻症不治 你先待在家里七天再说 第二件事情 你如果真的受不了 你也不用打1111 11什么就是英国的急救专线 你也不用打因为没有人会救你 第三件事情 你什么时候可以得治呢 等到你真的重症到受不了 进到医院 被送到医院的时候 你才有得治 所以很多英国人就说 我被英国人放弃了 我们今天才看到 今天最新的一个台湾人 在英国久居英国的 他的先生已经发烧了 发烧两天之后 他的小朋友 幼稚园小朋友也发烧了 发烧到几度 41.7度 抱歉 全英国没有任何一个医院要收他 他说你这个是勤证 等你七天再来 我小朋友才幼稚园 我怎么等七天 甚至他把送到苏格兰 最大一间医院的时候 整间医院跟他讲 抱歉 我没有办法救你 因为我们的政策就是这样子 为什么 他们想要要求一个东西 叫做群聚感染 什么叫群聚感染 他们的首席科技大人承认 我们的目标是让全英国六成的人都得到这个疾病 得到疾病之后 六成的人都会产生看体 一部分人过世 一部分产生看体 从此英国就对这个疫情免疫 可是小进去 英国六千六百万的人 六成得到这个疾病概念是什么 是四千万的英国人都会得这个疾病 四千万的英国人得到武汉肺炎之后 死亡率率一成 他要损失四十万条人命 死亡率如果是意大利的医疗崩会七成的话 他们要损失两百八十万条人命 这什么概念 一个台北市的人全部过世 就换句话说 大家看到这个状况 大家觉得英国人疯了 你怎么可能做这件事情 所以现在英国有 有两百四十位科学家联名上书 希望首相强生 改变他的防疫政策 希望从所谓的佛系抗疫 变成所谓的真正的强力抗疫 向台湾学习 抱歉我不知道时间来不来得及 可是我希望真的来得及 因为我也不愿意看到有四十万到两百八十万的英国人 因为政府的无能而上升 时间我们回到意大利 意大利的部分 意大利当然是我们常常 一开始我们会觉得他们的抗疫也是很天真的 可是随着意大利的感染人士一直上升 还有死亡人士一直上升 目前已经到两万四千人感染 一万一千八百人死亡的时候 我认为意大利真的真的非常非常可怜 这是我们看到的画面是意大利的夜晚 我们原本笑他们什么佛系的封城 没有意大利真的封城了 他们的夜晚有不断有救护车 有警车在街道上游行 在街道上游行的时候 除了鸣敌市井之外 他的警车怎么样 还编广播 广播用意大利文要求大家 请大家待在家里 拜托大家不要出来 要求大家戴状口罩 亲洗手 所以现在对意大利来说 他真的是非常非常全民皆兵的状况 所以我们说意大利到底有多少人过世 目前看到一千八百人过世 可是我昨天看到一个非常非常惊人的画面是什么 是意大利的复文 意大利有个传统 只要有人过世 如果这是你特别重要的亲人 他会把他复文登上所谓报纸上的头版 那这个东西呢 对过去来说意大利是一个传统 每天了不起就一页最多两页 可是这个东西怎么样 有一个意大利人开始翻他们当地的复文 全国性的报纸 小群姐他们翻了十页没有复文 他们意大利的复文至今 因为死亡人数爆发 整个报纸从薄薄一点变厚厚一点 里面光有十页满满的都是一个复文的状况下 每一个人民都代表一个破碎的家庭 这是意大利的状况 可是问题是意大利不愧是全欧洲最热情 最乐天的国家 我们看到很多意大利人 虽然遵守不出去玩的状况 晚上不去酒吧 晚上不去喝酒状况 可是他们也会自得其乐 他们在自己阳台干嘛 开party 这个是怎么样 这个人是一个DJ 他为了娱乐他们的社区 他们就在他们的阳台放弃了 现在最流行的电子音乐 让整个社区的人可以怎么样 我不要出去派对 我不要出去喝酒 我也可以在我自己阳台自得其乐 这也是属于意大利的热天一面 我看到也笑了 或许在如此艰困的防疫情况下 只有这样子可以舒缓大家紧张情绪 当然还有很多画面 包含说我在阳台唱歌剧 我在阳台拉小提琴 我在阳台吹大喇叭 这些都是属于意大利人 独特的防疫方式 可是无论我们是笑他太乐天 还是笑他太天真 我认为都是好事 至少他们没有出门 至少他们政府没有像英国一样 做佛系的防疫 至少目前一代来说 我们看得到疫情的镜头 我希望意大利可以真正走出 武汉废险的阴霾 但是有一点难 因为他的日增暴力 他以来到了多少368人死亡 真的仅次于中国 好非常谢谢李正浩加入我们讨论 有张瑜传老师 包括了我们看 明讲起立法院范云老师 国会观察机座的姚立民老师 以及这个吕庆龙吕大使 美国康莱尔大学 这是病毒学博士赖秀岁老师 包括了王瑞德加入我们的讨论 你知道在FED 他们今天早上已经宣布降息 李四马启动7000亿美元的量化宽松 这是联邦准备理事会FED 因应整个武汉肺炎疫情的冲击 在台湾时间今天早上5点钟宣布调降 基准利利四马来到了目标区间 几乎来到0.25个目标区间 当然联储会在不到两周内第二次降息 这是非常非常空前的 那我们也看到 如果这个目标区间已经降到了1%到1.25%之间 那未来情势会怎么去演变呢 今天在现场当中 我们不管在关心台湾的最新疫情 因为CDC已经召开记者会了 还包括在欧洲 包括在意大利 而3亿2000万人口现在一天增加有多少 美国一天增加889个确诊病例 美国确诊病例来到3774人了 而且美国的死亡人数已经来到了69人了 那到底美国的状况是怎么样呢 我们来看几个VCR 马上进行连线 首先是快速的延烧 有人说是因为他现在要全面性去检疫了 为了亡羊补牢 白宫技术新政策一口气投入 2000的实验室跟地方进行合作 来看这个关键性的画面 爱红防疫漫办拍连带资源短圈 美国川普政府终于动起来 宣布扩大检测新政 川普现前喊出为了防疫作战 人人都可受检 终于兑现 白宫宣布一举投入2000实验室与地方合作 将设立提供快速筛减使用的停车场 平均每处检疫站一天能检测2到4000人 更强调全民检疫不仅快速而且免费 但第一波将以发烧病患 65岁以上老人以及医护人员为优先 而为了因应武汉肺炎冲击美国经济 川普政府再助一记强心针 宣布联准会除了再度大幅降息 同时也推出高达7000亿美元的量化宽松措施 它刚才发生了几分钟 但对我来自我感到很高兴 我愿意祝福国联系统资金 开始他们从1.25%低下降到1.25% 它降到0.25% 美国正式走入零利率时代 但联准会子弹用尽 连最后一道货币政策都用上 在后世前景或不难料之下 澳洲与南韩率先呼吁 G20的领袖与财经首长合力推出九市联盟 统合协调各国资源 以挽救经济共度非常时期 美国最新状况包括了几乎是全国关闭学校 那在大学的部分要求学生赶快撤离校园 我们现在连线到美国当地伊利诺州的台湾留学生 来杨同学我看到你的画面 你听得到我声音吗杨同学 听得到 是杨同学不好意思 在你现在的当地时间应该是清晨对不对 对半夜 半夜不好意思 让你久等了 到美国念书念多久了念什么呢 念一年多念气管相关 所以现在是大二 没有错是 OK 所以现在学校是呈现什么状况呢 附近的周遭环境呈现什么情形呢 如果以我们周来说的话 学校都是把课程改成online 但是它的那个学校本身是不关闭的 我们学校的状况是这样 但是你上课都改成online 考试大部分也改成online 然后如果周遭的话 其实超市都买不到食物啊 卫生纸或者是一些食材 其实酒精甚至口罩 其实很少就都买不到 然后路上的人也比较少 然后店家可能 从明天开始会关闭大部分的店家 只提供外带跟外送 但是今天可能大概只开个五成的店家 那听起来那怎么过活啊 你如果要买也买不到 然后学校也不让你们回去了 然后店家很多也不开 那如果外送也不送呢 那在家里要吃什么 你生活会不会出现问题 外送目前还送 然后其实食物的话 大家都有开始在囤货 然后就是大家会互相照应 比如说现在哪里有补货 我赶快去买之类的 是哦 哇怎么会变成是这样子 所以那同学呢 同学怎么做决定 你有打算回来台湾吗 因为我有听到一些亲戚朋友 他们当学校宣布 就说不要返校了 因为全部都改成这个远端教学的 他们拼命要买机票回来 那你的决定是什么 我们目前这边状况的话 其实很多台湾人 都有在想着要回台湾 但是因为其实美国 现在是没有进台湾的飞机 那我们要买机票 其实没有那么容易 就是因为我蛮多中国同学 也会透过去台湾转机 再回中国 所以其实很多时候 台湾人他可能想返台 但是因为同时有不同国家的人 也要回他们的国家 透过台湾转机 所以其实台湾机票没有那么好买 甚至会涨价到 已经有点无法附和的状况 如果是我现在想以直飞的航班来说 对 你等一下 我请教大使 所以很多台湾留学生 这个时候抢不到机票 是因为有很多中国留学生 甚至其他国家 利用台湾来转机 因为我们的航点算是很好的 像法国要到亚洲来 大概我们在国内很难想象的 很多人就选到台湾 再转到东南亚到越南 甚至有的日本人他要回日本 他刻意到台湾来 当然我们欢迎 因为多一个观光客 然后才回日本 所以这是我们在国内 我们的战略的价值 可是现在还能欢迎吗 现在不大家通通通通 进行封锁了吗 现在一个状况 因为我可以跟巴黎有联系 巴黎也有留学生 他们想回来 定不到位置 可能要等到一个礼拜以后 有一个留学生 因为他也是念了措施 我帮他写推荐好了 结果一个礼拜前订 他订到明天的班机 所以杨同学 你们所面临的困境 现在怎么解决怎么办 现在可能大家会比较订月底的班机 然后想办法回去 或者是本身就有囤一些货 所以大家就是相互帮助 然后因为还有外送 所以其实没有那么严重 我们州的部分 但是像纽约或加州 他们可能就会更严重一点 他们比我们更早开始 有囤物资的情况 或者是Costco开始限购 卫生纸或者是限购一些东西 你有朋友在所谓的纽约州跟加州 所谓的严重你所了解 是严重到什么程度 严重到可能路上 公司几乎都work from home 你问到大家 大家现在都work from home 或者是学校的话 也都是全部online 所以其实大家可能都是在家里 然后因为我们这边 现在还没有到所有的公司都work from home 所以路上你还是会看到一些人 然后店也还是有开 但现在各州的状况真的太不一样 然后每个州他们的一些决策 其实也都不太一样 OK 那我看到哈佛跟耶鲁都有出现确诊病例 那因为集中到都是 因为现在美国已经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我不知道你所处的 伊利诺州你们那边的状况是怎么样 你们确诊病例多吗 那你们的确诊的病例 大部分都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呢 我们伊利诺州有分很多部分 然后我们主要在当趟 就是所谓芝加哥 就是Cook的这个部分 有60例 然后我们总共整个州目前是93例 那其实我们因为在比较中部 然后我们不是在芝加哥这个区域的话 其实没有那么 人口没有那么密集 相对加州或者是纽约 但是因为其实 川普他从 美国宣布欧洲禁令之后 我们礼拜六 就昨天其实有 我们的芝加哥哦哈尔机场 已经击爆 就超夸张那个新闻 所以其实我蛮担忧 就是接下来从欧洲回来 这些美国人 他们会不会 可能会有一些 不知道会怎么样 对真的 是是 你说现在美国各大机场 出现大量人口 是从欧洲回来的 是这样子吗 对对对 因为他们 之后就是欧洲旅游禁令嘛 所以好像是 这个礼拜五开始 所以其实礼拜六已经 杨同学 我们现在秀出的画面 正是你现在所处的 美国各大机场里头 看现大批 从欧洲回来的一个状况 因为川普不是才刚刚宣布 要扩大从欧洲 你只要从欧洲回来的话 除了英国之外 通通都是延禁30天 通通就是要强制去隔离 不是吗 英国加入了 英国也加入了 英国也加入了 OK 所以你那边所捕捉到的场景是什么 就机场已经听说就是你从 你下飞机开始到入关 已经排到非常非常久 你可能要好几个小时 你才可以离开机场 然后反而戴口罩的人 还是没有那么多 因为其实美国很早开始 就已经买不太到口罩了 所以没有戴 不是因为他们还老神在在 是因为根本买不到口罩啊 还是有 开始有陆续有人在戴 对然后另一方面是真的买不太到 或者是那个价真的是高到 很难买 很难买 到底你在美国一个口罩卖多少钱 嗯 我知道的价差很大 然后再来就是 会有材质非常不好 很薄的那种 然后可能就是一个都要30美之类 然后N95那种100美的都有在卖 就是那种很夸张的价格 哦天哪 30美金等于一般的口罩 他们卖1000块钱 然后N95的卖1000美金 呃 100美金大概就是要3000块钱 新台币 那你自己呢 你的口罩够吗 嗯 我的口罩是 之前台湾的朋友 就是很早就开始卖 然后我们在跟他买 这样子 哈哈哈哈 你在跟他买 OK那你自己的社交活动 还是你周中的朋友 就全部都没有 尽量 不要出门这样子 哈哈 尽量不要出门 OK 呃 你怎么看台湾的防疫哈 你觉得台湾 你在美国看台湾 台湾的防疫会面临到什么样的考验 我相信你刚刚 已经论述到美国现在的防疫 的考验才刚刚开始 你怎么看台湾呢 因为台湾其实已经从1月到2月过完年到现在 其实我觉得台湾已经相对稳定 但接下来就是要面对 呃我们这些从欧洲美国澳洲各地 就是回台湾的呃人 不一定是留学生 但可能是在工作的人或什么 因为其实大家其实已经有在台湾 因为在美国其实也蛮无聊 然后你也不太敢出门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歧视的问题 就是会更害怕这样子 因为他们其实分不出来 你是韩国人中国人 你是亚洲人 他们难免就会有一点说 呃对你 不管是眼光或者是甚至有行动的出现 都会蛮害怕 所以蛮多人都在考虑要回去这样子 嗯嗯 但是回来入境 的确哈 这个部分等一下我现场有一个立法委员 范宇要帮我们解释 从欧洲从美洲 你可以想见 当他们在关闭学校或者是工作 去选择在在在家里 或者是online的状态底下 他们会纷纷回到台湾 这时候对我们来讲是防疫另外一个考验 非常谢谢杨同学 但是最后 我请教杨同学 是来来来 赖老师 杨同学 你们现在在美国 那个商店的那个卖东西的 或者是收钱的 他们有没有都戴口罩 很看人 真的是有些人有戴有些人没戴 或者是有些人 但是美国有一个我觉得不错的地方是 到处都有干洗手 就是你从自己的公寓的一楼 或者是图书馆体育馆 任何的教室或者是什么 他们很爱用干洗手 然后他们也用的非常轻 他们觉得洗手比口罩 更有效非常多 所以他们就会经过 就干洗手一下 干洗手一下这样子 干洗手是中国没有发现 你可以用吗 因为不是中国如果一收光的话 你们应该也没得用不是吗 是中国还没有发现 对大概是这个意思 但是美国现在大部分 我觉得他们防疫做比较好 就是干洗手这个部分 真的是你到你大概走个两步 你就可以 就没有那么夸张 但是就是到处都有干洗手这样子 我想请教杨小姐的就是杨同学 就是你晓得伊利诺州 今天有多少确诊吗 今天当天啊 到现在为止 到现在为止总共有多少例确诊 我这样子问的原因是说 因为美国那么大 我们现在只对四个州 好像做第二级警示 然后伊利诺州也不在里面 然后我只是好奇 美国人自己是不是每天就像台湾一样的 自己了解自己这个州 自己确诊的人数不断的升上 升到升到多少 那这个资讯是不是都是非常 非常及时而确定的 有对有 我们有不止一个网站 你可以查你今天这个地方 就是有多少案例 那伊利诺州目前是93例 然后也算是我们算是成长型 因为我们芝加哥就是第三大城市 真的 所以对 然后我们也可以check到就是说 你今天的这个案例 全球它是比如说去哪个高中 或者是可能在哪个大学 都是有公开的网站 可是我不太确定是政府 还是可能有些学校跳出来做 或者是有些民众自己做的 因为其实我 光我知道就有三个网站 对 是 听说你有同学戴口罩被打 这是真的吗 不是我同学 不是我同学 就是呃其实在在有一些地方 然后他们戴口罩的话就是会会被打 但是我们我同学的经历是他没有戴口罩 他搭地铁 然后直接被讲一些不好听的话 然后就说你们这些中国人什么什么时候 开始一直对着他骂 但他没有戴口罩 他只是很安静的坐在那里搭地铁 然后就被这样子骂 对 嗯哼 你会不会害怕哈 梁同学 我绝对不搭地铁 真的喔 好像戴也可能被打 不戴又被认为 因为反正他现在搞不清楚 你到底是哪里人 对 对不对 对 是是是 梁同学你除了这个跟同学买的那个口罩之外 你现在跟你的同学这些存量够吗 口罩 呃其实我们不太出门 所以就尽量就不要戴 对 这也不会用到口罩啊 对然后因为也不出门 然后你也没有 你也不会 就去超市带一下或什么的 所以其实 大家应该还行 但是我不确定其他华人比较多的地方 状况是怎么样 是 呃学校告诉你们哈 他要关闭 关闭到什么时候 我怎么看到有的学校说不排除要关到 Sensegiving 真的吗 真的吗 以我们学校为例 我们是把春假往提前 然后春假变成两周 然后目前是说是呃 我看一下好像是3月3月30要回 学校但是他的回去也只是说呃你还是online的上课 这样子哦所以有可能这学期可能都是online 对不对 我有听到很多学校已经宣布说 他到今年底都是online 但是我们学校还没有 然后也有学校是说直接关掉 然后online不确定做不做 我这个我也我就不清楚对 那我想请教 如果你们有一些国际学生 嗯 他自己第一个他可能都是以宿舍为家 然后短期之内比如说好了买不到机票 哎他会变成 他会四处流浪哎 有没有这样的情形 有没有 我们学校还没有把宿舍的人赶走 但是有一些学校一定开始把宿舍的人赶走 那他就是把他们赶回 他们原本的国家或者是有些人可能就是赞助其他的同学家 这个现象都是有的 可是其实这样 我觉得反而更容易造成大家更聚在一起 好像也没有很好 对啊更另外一波的群聚感染对不对 是不是 因为突然之间他可能机票买不到啦 只好跟同学住在一起 因为他可能长期住在宿舍嘛 宿舍学校也不能返校啦 所以你们现在应该有些同学反而是 不能够返校之后反而是住在一起 对不对 有可能这种情形的 我的学校是没有 但是我知道有学校是有的 但是也不多 目前把把学生赶出宿舍的人 好像只有 目前不是很多 但不排除未来会增加 是 谢谢杨同学 杨同学你有没有其他补充杨同学 你说美国的部分吗 对对你自己呢 有没有什么要对家人说呢 没有没有 对都有在联络 然后其实美国他们有开始 他们的企业其实有开始做一些动作 然后我自己觉得是蛮乐观的 就是包含美国很多大企业 他们会开始投入一些他们的资源进来 包含就是大家怎么到很像趋程式的地方做检测 或者是很多网站要怎么自己检验 或者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部分有慢慢在开始 虽然没有那么及时的搭上第一波 可是我觉得企业的帮忙 对美国的部分应该是帮助会买到 是 我再问一下那个 是的 杨大老师 杨同学听说美国有在那个大卖场 是 如果你有感觉到你自己不舒服 那你现在因为美国拨了很多钱嘛 那你可以就在那要求检验 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情形 我有听说要开始 然后不是会从我的州开始 会从比较严重的 华盛顿州跟加州 还有纽约州开始 对 但是这件事情好像还没有报道 就是有说要做了 OK 好 谢谢杨同学加油 杨同学加油加油 也欢迎你利用这时间 回来台湾也不错啊 对不对 还没有回来 先看机票有没有 真的啊 OK 加油加油 Good luck OK 来有请教室这个范老师 因为 陆陆续都宣布 学生应该在春假结束之后 不要回校 到底在美国现在呈现什么状况 据说全国宣布 警局装了之后 几乎 学校全部都关闭 美国几乎据说都停课了 那我们根据就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就是今天的公告 全球有73个国家停课 其中56个国家是关闭 学校全部关闭 17个是区域型的停课 譬如说意大利区域型 所以它影响的学生人数真的非常多 5.166亿学生 那其实大家可以想像像刚刚那位同学讲的 所以我们对美国的了解 其实是两边人口密度高 然后跨国交流的地方 其实会最严重 那大家想像 其实大学是一个非常多国际人士 国际学生 然后又是人口密度很高 聚集的一个地方 所以学校要停课 在这一波当中是必然的 那到底对台湾的影响有多大 我这边有帮大家统计一下 台湾的留学生的人数 第一名是美国最多 有两万三千多人 那再来是澳大利亚 那还好澳大利亚现在疫情不严重 一万八千人 再来就是欧洲 欧洲的人数 台湾留学生有九千多人 其中超过三分之一是集中在英国 那再来就是日本就是九千多人 那所以在这里面我们遇到的情况 就是说几乎就是以美国跟欧洲 英国来讲的话 几乎都是全区都停课 那目前我们再看一下各国的情况 就像刚刚那位同学讲 伊利诺是在美国的中西部 跟芝加哥在那里中西部 那其实其他的学校情况 已经比伊利诺更严重 那比较有名的这两天 就是说耶鲁大学的 他公告就是整个学校 改成线上教学 那他说到4月5号之前 大家都不要回来 然后哈佛是通知大家 就是3月23号以前 他要改成就是转型成 他叫做线上指导 Virtual Instruction 他不用停课这个字眼 表示说课程还是继续上 那但是学校里面不能够有超过 25个学生聚集在一起 那再来就是哥大 哥大在纽约 他的情况就是说 全部的他特别是要求 大学部的学生 3月17号前要离开校区 因为这里面大学部跟研究生 又不大一样 那我们知道就是说 譬如说哈佛大学这两天 因为我们也有非常多的学生老师 在哈佛大学 他们就提到就是说 学校要求学生离开宿舍 那但是就遇到就是 有些学生觉得他没有家 或者他在美国没有家 在那边没有家 那他的家就是家当 就是说行李怎么办 那学校还发信给老师 要求老师是不是能够提供 住在附近的提供就是 地下室给学生放相关的物资 那这边虽然没有整理到英国 但是刚好我自己有一个学生 目前在Cambridge 在英国剑桥大学 读博士班 那他也非常的生气 在领书上说 学校这两天 要求他们所有的人 都离开宿舍 那口气虽然是温和 可是几乎是说 除非你把宿舍当家的人 那你没有地方可以走 那我会给你必要的照顾 但是请你就是说 尤其是国际学生 趁着旅游还没有问题的时候 请离开宿舍 没有提供协助 那美国还有一些大学 有提供协助就是说 你如果遇到困难的话 可以去领那个 我看到有一个学校 就领美金500块钱协助你 那这其实这个情况 我们刚刚讲 台湾留学生人数 其实是以台湾的人口密度来讲 的话是相当高的 因为我在美国曾经看过 第一名的留学生是 是中国 第二名是韩国 第三名就是台湾 可是以台湾的人口数来讲 我们留学生的密度是很高的 那会遇到什么问题 第一个就是刚刚那位同学讲的 如果是研究生 可能他会选择 在那边留下来写论文 自己照顾自己能力比较强 可是如果是大学部的学生 那整个线上学习 就整个学期都线上学期了 那你如果暑假要回台湾 那社交加上恐惧歧视的问题 那就会希望能够回台湾 可是现在不是你要回就能回 我们今天有整理这几个航班 包含阿联酋 法国航空 荷兰航空 长荣航空 华航的 其实他都减班 那而且我一个朋友 刚好是今天早上去纽约开会回来 他就告诉我说 他从纽约直飞台湾的那个华航的 已经三分之二都是青少年 都是小留学生 或者说交换是这种的 那可是也有非常多的确是飞到 台湾要转机到中国的 就像刚刚那位讲的 所以其实真的是一票难求 你看他今天如果可以飞成的话 他是之前其实就已经先预买了 那否则的确是有回不来的一个问题 那这里就是说另外一个相关的问题 如果回得来的话 那还好 可是遇到这个人数 防疫上的挑战 突然间大量留学生回到台湾 那如果说是美国还好 就是自主健康管理 可是如果是英国的话 其实是三级旅游 那我们欧洲的人口中 有三千多个留学生都是在英国 那如果有一部分的人 特别是大学部可能会选择回来的话 其实对我们的防疫来讲的话 政府可能要预先就是说预备一下 因为我相信他们的家长 欧美这些回来受到什么样的管理 以英国来讲 如果是英国是三级的话 应该就是要居家检疫嘛 那如果是美国像纽约州 那是还是二级的 其实就是自主健康管理 自主健康管理 但是人数其实不少 以我们听到的跟你孤人数 而且家长可能会担心 那里的状况更不明 也会希望他回来 那这是回来的情况 可是如果是停在那里的话 其实我们在网路上 就有人担心签证的问题 因为签证的前提是说 你不能休学或停学 那目前这个情况会不会影响 签证也会有留学生会担心 那另外就是资金 我刚讲你要飞回台湾的话 其实也要有飞机资金 那如果是有博士生不能住在宿舍 那他如果学校一时不能让他退费的话 那他住在外头会不会有问题 比如说我在英国的剑桥的学生 他就觉得学校几乎是要求他回去 可是又不讲得很清楚 那会不会遇到资金的问题 我想这个部分我们的外交部 学校要求他回去 就是离开宿舍 那你离开宿舍 你如果预付了这个宿舍的经费 那你不代表外面能够找到同学家 或者哪里借住 如果他没有要回台湾的话 其实就现金的运转上 而且你短期的租席 一般都是很难接受的 对 那这个部分 所以我觉得外交部可以关切 这是第二个相关问题 就是回来的话 造成疫情的这个部分的紧张 我们可能要预先处理 那不能回来的 可能外交部就要关切一下 会不会有就是说 现金或者相关的就是 还包含同学关心的那个 种族歧视的问题 那第三个我觉得 在这一波中 我也看到一个 台湾可以预先部署的部分 你看到就是说 美国虽然警觉性很慢 可是他一紧急起来的话 动作比我们台湾大很多 那我们在学术界的 也看到他这个 比如说哈佛跟耶鲁的网站 我都有上去看 然后也有在那边教书的 台湾的老师反映说 他那个所谓的数位的学习 远距教学其实做得非常好 比如说像耶鲁会说 他们用两个APP 叫Zoom跟Canvas 那老师在上面还可以点名 同学都就是log in 就是说进去之后 还可以问问题和互动的 这这样子你远距教学的效果 都会比较好 还可以期末考 可是我自己在台大 就是我的同事们看到就是说 我们之前已经有 因为终身有一些课 就远距教学了 可是我们的情况是 派一个技术人员帮你 就是说录影直播 然后其实效果并不是很好 那最近的指示是说 100个人以上 鼓励大家远距教学 可是就网站上 也并没有像我们看到的美国 甚至中国有一些 就是说我们知道的经验 其实这部分做得不错 所以我觉得 教育部这边 可以加强部署一下 比如说我们的数位政委 那个唐凤之前 协助大家做那个 就是说健保卡 或者上网登记的话 都蛮成功的 其实可以预先部署 因为如果等到大学 像我刚刚讲的几个例子 耶鲁哈佛 各大都是有确诊的病例 他们就全校停留 可是他一停课的时候 其实他整个就说 他其实语言上都不是说停课 就是说哈佛会说 学校仍然是open 可是我们转型到 数位指导或者是数位课程 就是说学校不聚集 可是课程还是继续延续 期末考也继续延续的情况下 我觉得台湾在这个部分 真的应该超前部署 我想请教一个很具体的问题 他们基于一个25人以上 其实是哈佛 可是我看到在台大 比如说以台大各个大学来讲 你们现在呢 动辄一个班级都40个50个 甚至100个 那甚至还有很多外来的社会人士 去旁听 在校园的部分 现在没有做积极的管理吗 这两天我知道的台大给我们老师的 就是说只是说100个人以上 就要你远距教学 可是我刚刚讲到说 100个才要啊 90个继续上课 对我们同事也在说 那我97个人呢 那但是很多老师都已经自主 就是说不让人家旁听了 因为这是一个比较危机的时代 就是不像以前一样这么开放 那可是我们的同事都在抱怨说 他们自己很关心教学 觉得一旦远距教学了 效果就很差 因为那个网站的部分 还没有像我们现在看到 就是说其他国 美国这个部分就做得非常的先进 还可以点名还可以互动 那如果只是老师在讲话 那学生在打瞌睡 那其实效果就会差很多 所以我想这个部分 台湾真的需要超前部署 教育部真的要因应 这个最新状况 数位政委可以让这个部分 准备的更好一点 来教育师老师 看到欧美的最新情势 来怎么看未来的发展呢 其实世界上防疫应该有四种模式 第一种叫做先知先觉 就是台湾 台湾做到什么 就是主角境外跟超前部署 所以说有些小国寡民 或是优化意识比较强的 或跟台湾邦交关系也不错的 像纽西兰以色列 他们现在都要向台湾取经 为什么叫台湾模式嘛 人口较少 国安危机较高 像以色列过去处在阿拉伯世界的包围之中 所以他的国安意识是非常强的 所以说他们就要取经台湾模式 这叫做先知先觉 输出台湾经验 第二种模式叫做后知后觉 简单讲像欧美各国 其实美国的主角境外一开始做得蛮好的 甚至比台湾对中港澳人士的入境 还要严格 你只要是过境中港澳不准入境美国 还有这些邮包是不能 中港澳的邮包是不收的 那美国最大问题在哪里 除了超前部署作为较落后 应该是联邦国家之外 有一个很关键是什么 后门失火 简单来讲 他前门守住了 守住中港澳 但没有想到 这个武汉肺炎扩散到欧洲之后 再从欧洲转一圈 从美国的后院绕进来 欧洲有些国家 现在开始来做基地的部署 但是这些部署我们可以发现 要不然就是封城 要不然就是锁国 要不然就关闭边界 这叫做后知后觉 那第三种模式叫什么 叫不知不觉 就佛系 不论是之前的意大利 或是现在的英国 第四种就是我要说的 叫中国模式 中国模式 基本上就四个阶段 隐匿疫情 接下来用国家机器去做压制 第三个阶段就导果为因 现在中国全世界都告诉大家 他的大外宣跟他的宣传 告诉大家 譬如有一个最新的个案 他说郑州有一个公务员 去过意大利跟法国 然后他接触过四万多人 说这个人非常可恶 可能使得一成 使得我们同墙且壁的 防疫的这些措施 基本上会实现 那我们看出中间的端倪是什么 这个端倪很简单 就是中国下一步会爆发疫情 他要转嫁责任说 我们都已经好了 是其他国家境外输入的 第二个上礼拜 我讲过湖南 不是在地方做 所谓的卫生码吗 那昨天我们看到 湖南地方的官媒 搞了一个小朋友 出来唱红歌 那样的态势 好像回到了毛泽东的 那个文革的年代 架势十足 好像在跳中置舞 那很多人看不出这个连结啊 为什么 因为啊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其实呢湖南在上 就是那个小朋友 唱的有模有样 对对对 有人说他是北韩来的 又有人说呢 他好像是人形的金童玉女 不管 连中国自己的网名都看不下去了 什么年代了 改革开放了 中国崛起了 到中国梦了 干嘛回到文革六十年代 而且比北韩更退后呢 如果大家上网Google 这个小朋友唱所有歌曲 你真的会觉得 好像我现在要出征的 那种感觉喔 台湾也有这样的版本啊 如果你看到 这么多的境外案例 有些人是贪妥 机票配便宜 去泰国声色 又去北海道 有人认为 还没有宣布为疫区 所以呢继续long stay 那有人认为 不要紧啦 我不会那么倒霉 你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相信之下 台湾的医疗资源 容你这样糟蹋吗 我们持续锁定新台湾家人 非常谢谢各位 我们再会